大家好,歡迎來到白白國文,我是白白老師 今天我們這支影片主要就是要來講解108年的統測國文 那原本是想要那天大挑戰完就來拍解析的 但因為那天我整個人就睡死了,所以就來不及拍了 所以就延後了幾天來拍這一支 所以大家放心,我今天腦子非常的清楚 那因為改的那天啊,原本以為是錯三題 但是後來發現我的第九題寫的是對的 所以這樣子應該是錯兩題 那等一下我會講我那天錯的題目 還有幾題我覺得比較困難的題目 那就作為大家今年如果考完了還是可以來看一下 或者是趕快傳給你的學弟妹們幫助他明後年比較好準備統測國文 那首先呢,我們先來看第四題的部分 其實第四題很簡單啦,只是我寫的時候想太多了 因為他出了一個圖,他說全世界跟台灣每年都浪費非常多的食物跟便當 然後他說其實主要這張圖的關鍵是在法國這個部分 因為法國的量販店會以七折的價格販售外型醜,可是新鮮可以吃的蔬果 那為什麼這個答案會是A呢?因為他有提到把剩食減到最低量 這邊的剩食指的就是多餘的食物,人家不要的食物 所以法國把這些多餘的,人家不想要的外型醜,但是新鮮可以吃的蔬果重新再販賣 所以這才符合A啦,把剩食減到最低量,而且可以搶救看不見的浪費這樣子 那這題那個時候會寫錯,主要原因是把剩食這個詞會理解成吃剩的食物 所以當時候在A跟B之間猶豫不決,但後來發現應該他的這個剩食指的就是多的食物 人家不要我的食物這樣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第九題的部分 這九題我寫的是A,但是我改的時候不小心看錯答案改成了C 但是他的正確答案是A沒有錯的 這題其實不會很難啦,但可能剩那之間看到圖表會有一點點嚇到 他說拉一個箭頭表示因果關係嘛 然後他只說E就是言有物,言有物講白一點就是要有內容,言之有物 然後法是言有序,言有序講白一點就是寫作要有條理 然後他說E為經而法為之,然後為成體之文 也就是一篇好的成體之文需要由E加法合在一起 有內容,而且有條理可以形成一篇好的成體之文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才會是A,就是有內容,有條理,形成了成體之文 所以兩個箭頭拉成到成體之文,這個是因果關係這樣子 然後如果C錯在哪裡呢?C我們來看一下 C的話因為法應該是影響言有序而不是影響言有物 那E影響的是言有物而不是言有序 所以C錯在這個地方這樣子 這個是第九題的部分 再來我們來看 再來我們來看第21到第23這個題組 這個題組我坦白說還蠻困難的 因為這個題組雖然看似是白話 但是這兩篇都有點抽象,所以可能不太好理解 我們先看假這篇 假這篇它主要在講說風箏無拘無束 可是後來那一條和自己最親密相連的線變得如此的殘酷 即使飛向高空不是他的理想 他還是乖乖的順服 其實這條線就是什麼? 就是這條線跟風箏其實就是 爸爸媽媽跟孩子相處的關係 爸爸媽媽就像那條線會想要控制這個風箏 然後再來他說 然後搖搖欲墜的他說服線 將主導權交給一個小孩 隨心所欲的飛,迎向新的未來 所以最後這個孩子 也就是那個風箏希望說服線 能夠把主導權交給小孩 讓他自由自在的 所以其實這表面上寫的是風箏跟線的關係 其實是在寫孩子跟爸爸媽媽的相處 爸爸媽媽媽就像一條拉得很緊的線 想要控制風箏 想要控制自己的小孩子 然後再來《以》這篇文我們也來看一下 他說母親買了七尺布 然後我悔恨得很 為什麼不敢自己去買呢? 然後這個作者就跟媽媽說 媽媽七尺是不夠的 要八尺才夠做 可是媽媽說以前做七尺都夠啊 難道你長高了嗎? 我一句話也不回答 是母親自覺的矮了下去 也就是說媽媽還是想像中她的孩子只需要七尺布 可是這個作者已經覺得她已經有八尺了 所以這個媽媽還是用她舊有的愛跟舊有的照顧 這一個作者的方式來照顧她 這也是親子之間的相處關係 然後媽媽又按照舊尺碼在布上畫了一個我 然後用剪刀慢慢的剪我 慢慢的哭把我剪破把我剪開 補我然後縫我補我使我成人 所以這個媽媽都一直用她既有的方式來照顧這個作者長大 雖然表面上寫的是媽媽在舊 在一個布上畫我 在畫作者 但是實際上這都是一種用自己的愛來跟自己的小孩相處 可是那個愛不見得是小孩子想要的 所以這一篇如果我們看21到23章應該就很簡單 如果剛剛聽完這兩篇文章的講解的話 然後如果21到23我們來看23好了 因為她說何者不恰當 如果那個B搖搖欲墜的她強調自主的後果 因為搖搖欲墜是在風吹了以後嘛 所以這個絕對不是自主的後果 自主是在將主導權交給一個小孩隨心所欲的非 所以這個才是後來自主的後果 搖搖欲墜是被那條線控制之後的後果 所以23的B很明顯是錯的 那再來我們再來看24到26的這個題組 24到26的這個題組出了連橫的台灣通史序 然後還有連橫在評論明海記要這本書 24到26這個題組我當時候錯了第25題 但坦白說我覺得25題出的沒有很好 如果相對來說C的確是比較好的答案啦 因為官方的台灣的官史立場偏頗 但我們可以透過野史來補充 但當時候我覺得C這個答案沒有那麼好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她的以其實還是在強調野史 野史可以補充官方的歷史 所以比起來這篇文章的以反而是比較在強調野史的價值 而不是官史的價值 所以嚴格來說25題的ABC朱答案都是不太好的 可是如果相對一定要勉強選一個是C比較好沒有錯 因為朱他說凡官方的證實 接不可信 因為加了一個接這樣子也很奇怪嘛 這不可能是連橫想要表達的看法 只是某些官方的證實可能不太好 但是沒有到接不可信這個地步 然後如果24到26的26題我們也來看一下 26題為什麼朱是最不適當的呢 因為有沒有看到她的那個朱提到了尾番正克爽 因為連橫不可能批評正家他們是不好的 因為你從明顯從這個尾就看得出來 他是在批評正家是不好的 可是如果從以文就看得出來 連橫非常不喜歡官方的歷史批評正式 所以朱這個選項明顯是不適當的 那再來我們再來看30到32出了玉璃子這個題組 這個題組其實還蠻其實不會很難 其實還蠻簡單的 這個題組講白一點就是有鼠鼓三人 有三個商人 那這三個商人的特色是不一樣的 第一個商人都賣好的藥材 而且他會依據他的藥材的成本來決定賣多少錢 所以第一個商人是好的商人 那第二個商人他賣的藥材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他就依據買的人的欲望有多少 買的人願意出多少錢來決定要賣給他好的還是不好的藥 這個是第二個商人 那至於第三個商人賣的藥全部都是不好的藥 而且呢他賣的都是不好的藥但是他會賣的很便宜 而且不管你想要加多少藥他都會給你 因為反正他的藥是不好的藥 所以他賣的很便宜 賤賣他 這是三個商人不同的特色 那再來我們來看第三十二題 如果三十到三十二第三十二題 他說反正有個人想要買低價的房子 公司的銷售型態下列建議何者最不適合小資呢 坦白說我覺得第三十二題也出的不太好 因為明明第二個商人跟第三個商人都是奸商 可是這一題還故意要你們選說 到底要怎麼幫他怎麼幫他買房子 明明有三個商人都不好 可是你還是硬要幫他買 那為什麼三十二題的C答案是錯的呢 為什麼是不適合的 他說現階段你可以從假公司找物件 未來可從以公司找物件 可是因為假這個商人給你的會是好的房子嗎 以這個商人會依據你的出價可能會給你不好的房子 所以你這樣反而會從好的房子換到不好的房子 所以C這個答案反而是不好的 這也是三十到三十二這個題組的部分 那再來我們來看最後一個大題 最後的三十六到三十八這個題組 這個題組我覺得應該算是這整份題目裡面 稍微比較困難的題目 大家應該寫到最後應該有點崩潰啦 三十六到三十八題這篇文言文 最重要的句子其實是在倒數兩行這個部分 他有提到同仆當中巧惠者必得家史 也就是說如果你的心思比較靈巧的人 自然能夠挑到比較靈巧比較可愛的石頭 那如果你的心思是比較吃傻的 那你可能挑的石頭就是玩漏無足取的 因此能不能夠挑到漂亮的石頭 是取自於這個簡的人的心思靈巧度 所以三十七題的部分這樣很明顯 A跟C都是錯的 不是靠著前程的助導能夠得到加石頭 而是靠著你的心思靈不靈巧 然後如果豬就是對的嘛 這個作者因為眾人的邪詢 而可以看到大家每一個人剪的不同的石頭 那再來三十八題這樣子答案也很明顯了 作者大笑的原因就是因為只有心思靈巧的人 才能夠剪到好的石頭 那至於心思比較玩漏的人 就會剪到比較醜陋的石頭了 那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年關於 統測國文題目的分析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這支影片 那如果從今年的統測的題目來看 算是有點中間偏難啦 算是中間偏難 可是呢 因為他的課內量其實還是蠻大的 包括像是他的字一題 然後還有也有出了台灣通史序 也有出了出師表 然後還有包括像是還有一題也是在考那個 柳松元跟歐陽修的對聯 所以其實他的課內量還是蠻大的 那另外還有像是今年的作文是心動跟行動的關係 如果你的考前有看到我們在分析統測 今年怎麼準備那支影片你應該就賺到了 等於這個大體應該分數就直接拿到作文的部分 因為作文的那個部分我非常的精準的預言 今年會考可能跟行動有關係的題目 所以如果有看到那支影片的話就恭喜你 如果沒有看到那支影片的話 就趕快把這支影片傳給你的學弟妹吧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內容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分享訂閱還有按讚喔